三个小时坦荡 之前已经说过一次 与区议会相关的事 今天有两个很重要的更新 值得说 所以我们会再说一次 第一段大家的新闻都会看到 朱凯迪和岑慕辉 甚至乎朱凯迪之前选宣长 已经被DQ了 竟然可以翻阅入阅 究竟是什么标准的 不是任贡献 从来都知道任贡献 它的标准是由选举主任自己个人判断 我们不背阅 即是由选举主任自己就决定 所以理论上我们这次可以 这次不行 只要是法官 是完全是司法 但最惨的是司法制度有普通法 可以跟回二次的案件 你之前判了你又有没有罪 你现在又可以判有罪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 所以不是隔了很久 他不是中间做过什么奇怪的事 你不能够终身判他 这是一个什么 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改过线 他没有做过什么 就是没有 他就是中间没有做过什么 如果没有做过什么 其实如果没有做过就没有问题 但你有做过就有问题 那王之锋已经做过什么 这就是另外一个 王之锋也有出局来说 是的 现在每个人都入职 只有一个人未入职 就是王之锋 甚至乎大家有看过 原先的选举主任是直接放假 即是请了病假 不知是否辞职那些人 是辞职 换了另外一个新的游资网的选举主任 最新的新闻就是说 他现在受到不知什么恐吓 就已经入住安全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建制派 都收到这封 他们都说是你搞了这么久 又换马又走路 九成就是会被DQ 好像说香港01也有 全个报道都说 王之锋应该会被DQ 我听到回来 王之锋应该是中心被谋夺选举主任 他只是针对王之锋 王之锋应该很可怜 因为如果他这几年发生过什么事 我有印象的就是 他去警衆 这个运去警衆 然后被人被谋夺 他是一个被谋夺的 没关系的 因为别人的关心就是你和美国的关系 因为美国人要捧你 要美国谋夺就可以了 你美国也不会谋夺的 而且反过来说 他终身都不能选 都是一个秘密 你如果被选 你最多就选个区议员 然后就选个立法会议员 然后就像其他泛民那样腐败 变成一个泛民 其实更好 你推他去变成泛民 但是你也对 他已经是泛民共主 本来想做一个泛民共主 至少要做一个厚头 但做泛民共主的话 就没有杀伤力 好像把长毛放入立法会 现在他就被年轻人唾弃 但是你大陆的思维是很难解释的 但anyway 现在的人说黄之锋 是唯一一个被DQ 我也觉得是算了数 你现在当所有人都入了集 你只是DQ一人 你只是那些泛民 你真的不减反胎 我现在每个人都入了集 只有一个人 你说DQ10个 我就和你反胎 DQ一个就要硬吃 结果就被人看穿了 其实问题就是 如果他被王之锋入集 只是DQ主要敌 他这件事就会移属 王之锋这件事很烫心 现在都会移属 一点都不难做 现在就是告诉你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说 王之锋应该被DQ 我全部杯葛选举 我们回归街头和你搞 就是不会 你结果又是被大陆看穿了 我DQ一个你不减 下次我DQ两个呢 DQ三个呢 又是慢慢回出来 逐个逐个居居和你吃 这个第一件事 稍后都可以讨论 第二件事 我同样在一些建制派里听说 在民建联的团体内 基本上以民建联为首的建制派 全部都是上选择议会的 之前你已经听了很多风 政府又说随时会延续 又说现在可能有人搞事 我们就不会选 我不知道工联会是怎样 但是民建联现在说的风声就是 你一Q定要选 为什么呢 我问过他们 不选择你是不是延续选 那你延续总会选 全世界都知道 选择越延续得迟 香港人就越生气 我们就输得越惨 那倒不如快点 长痛不如短痛 你让我选择了 永远禁止 但是这样 我之前和朋友谈论 有些不同的看法 民建联系 里面有个不同的看法 说法就是 年轻一些 或者未选过 做了很多事情 想着快要选 我都会想选 但是反而他们已经选过了 或者是年轻一些 他可能不想选 不想选的原因就是 我选又出来输 我不选的话 也有所有事 用我的东西给我拌入 所以从浅的角度 他觉得我输一届 不选一届的话 影响不太大 如果不选过一个结果 是那些现任的区议员 继续留任 还是不选的结果 就是取消区议会 如果区议会留任 它没有损失 现在这个问题 可能你跟法例 就去元空 当然你政府 都会委任这些议员 你可以乱来 也可以 但我听到另外一件事 当然我也知道 民建联 里面有人愿意 不选 总有些鹰牌 但还有一批 就是 即使他们赢了也好 或者他们也记得利益 他们担心另外一件事 你做区议员有很多好处 例如 不是民建联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泛民也有 甚至我们认识的 立法会兼 以前是区议员 你炒铺 给你一个好处 你那里都已经快消费 都不关你 是不是区议会员 那份人工事 是呀 没有很快的消息 知道 现在立法会区议员 每个人都有层楼 不要说区议员 立法会员 你不选 永远不选 你香港就玩完 但是 那我陈柳怎么办 我明白 炒铺 你让我炒铺 就是这个问题 是否今次不选 就会永远不选 因为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说 现在不选 但是之后 可能会换了林郑好 又或者是 成立了个 独立调查委员会好 于是乎 隔了一年两年之后 就会降温 那些人对建政派 就不会那么反感 那时候隔出来选 就不会输得那么紧 我说过选情 建政派最悲惨的选情 已经过去了 就是如果你在两个月前选 会有很多 现在他应该好几百%的 那有些人 有些人跟我说 就是有些人 仍然走出来 他已经很有信心算到 就是他会练义 连任班 就是至少有一群人 他那群人 实力派 实力派 没错 那些人是没有那么害怕的 就是有些很 marginal 至少应该是 他有一群人批是可以OK的 就是我估计最初的时候 他可能只剩下21-22% 就是如果以45-55% 就是他比例 但是区议会是好很多 当然 但是他已经追回70% 就是现在已经生出比 还要你记住 因为区议会的选区 其实现在黄南有时都分得很清楚 是 你南区那些 就算是三十多% 但是那些人聚在那里住 那些位置就会赢得到 所以他仍然有很多 还有 如果是长期作截来说 就是 选举规则在全世界都接近 都是这样的 是惩罚一次的 第二次会更好一些 就是可以肯定 03-7-1已经是这样的例子 是的 区议会叩暖的时候 立法会会更好一些 你比到时候就更好 始终要还 不如说早些还 早些还了的时候 下年立法会 他又会再更好一些 就是无论如何 起高多少都好 都会更好一些 如果不是立法会的话 会更麻烦 所以我觉得永远都要计算 这一个状况 另外就是 反过来说 你最左的土共 他们当然有些 手蹄脚震 但是有些 譬如田北辰 商界那些 你当时立场会会 你绝对可以说 我当初没有支持反送中 你这些人可以讨论 他又会支持 最左的票也保持得更好一些 所以你计算一下 你真的在区议会选举 是害怕输的人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 民建联可能会挂点 反过去 公联会反而会更好一些 因为那些会困得更好一些 但anyway 我也反过来说 很多人经常猜 政府一定会延下选举 他很害怕选举 因为有500多票 特首选委会 分分钟他们可以选择 特首怎么办 今时今日 你不是不知道 有DQ 我给你提名了特首 我不让他选择 你最后就要在我的人选择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现在在共产党心目中 首先要平乱 为何现在周显大师说 他的势力好像是 建制上升 当然 一来我是泛民 就来选举 你见不见现在的泛民 每个人都说 不要搞事 你不要出来搞搞震 我们现在要选举 所以你就会发觉 以前在街头的立法会员 绝大多数都消失了 当然 他现在都想 事情快点平息 让我的装具有得选 第二件事 作为抗争者 事实上 的确是有不少抗争者 其实现在是有参选 他现在就要做街站 我哪有空跟你充 不多也好 现在几百个选举 可能有五十至一百个抗争者 你走了一班人 那班人又要一些朋友 帮他助选 他又拘捕另一班人 结果就是发觉 原来选举都不差 选举 选举可以令局势平息 那你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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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席选委会 比起那一百席选委 是否平息了现在的暴乱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但我都讲过状况 因为六八九 这件事就是说 如果算一个极差 你是多八十九票 六八九的意思是 原来你选一个梁振 你是只有八十九票 你只要输一百票 你就输了 就是真的相差一百票 但是梁振英的概念就是 他还有一个唐英年在旁边 如果你是泛民对建制的话 就是七七七 七七就是一百七十七 当然你输了百多票 都是会倒数回头 但我也是所讲 今时今日 你还想在共产党设计的 游戏规则中赢 那些根本就是白痴 如果不是白痴 就是骗人的神棍 共产党设计 他设计出来的 装是他做的 我们全部都知道 国际赌盘那些装 那些全部都计算了 保险公司的证损计 全部都计算了 一个汇聚全中国自卫设计出来的选举制度 他会被你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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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香港多都好 香港人不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只要我们立法区议会过半 我们选委会有五百六百票 接着我们就会赢得到 但其实故事不是你们想的天真 我觉得要面对现实 所以我觉得今次区议会 虽然每个人都说一定会延迟 但我现在听到 就是民建林里面相当的声音 商界建制的声音 再加上泛民和抗争者 当这么多力量都觉得一定要选 那就真的很难不选 大家合力维稳 现在就到这里